She played the fiddling 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 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I met her on Grafton Street I was out of the bar She shed a cigarette with me While her brother played Hello 大家好 我是Tuli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正经的年度彩妆爱用 这个年度呢 就是指的是时间周期为一年之长 大概就是从2019年的2月份 到现在2020年的3月份 这段期间 我最最喜欢用的彩妆用品 今天提到的每一样产品呢 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我会从我自己喜欢它的原因 它的使用感 有一些东西它的持久度 包括一些它的缺点 来综合的给大家讲 因为年度爱用嘛 是一个强力输出的种草环节 虽然说很多方面它深得我心 但是它们每样东西都不完美 我想把它们的优缺点 都告诉你们 方便你们根据自己的肤质和需求 来进行谨慎的种草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开始吧 首先呢 说的是妆前部分 这是今天唯一一个 应该说没有颜色的东西 Ela Musqua的妆前凝胶 这个妆前凝胶呢 我今年原本打算铁皮的 但是大家看 里头就是用成了这样 用了一半吧 我自己呢 特别喜欢这款凝胶 其实我今年遇到的妆前 没有说遇到一个雷的 有三四款都觉得非常好用 但是它们每个是有侧重的 有的是侧重于通透感 透明感 有的是侧重于保湿 但这款呢 是我今年遇到说最最综合的 就是它可以平滑 可以保湿 然后不会搓泥 与此同时呢 又能很轻薄的在脸上 帮助底妆巴劳 持续的时间会变长 这些我觉得都是它的优点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这一个大罐也非常耐用 原本呢 这个Ela Musqua 算是一个英国小众高端的彩妆品牌 但是好像它家的销量没有特别好 慢慢的呢 就用价格拉拢大家 好像价格也没有那么高了 这一贯算下来 现在来说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它呢 对我来说有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你要擦完防晒 再擦妆前的话 你那个防晒跟妆前 时间要隔得比较久一点 要等防晒 你能吸收的部分完全吸收了 比如说 至少是20分钟以后再去化妆 如果擦完防晒 立刻化妆 你的防晒里面 如果有物理防晒剂 这种像二氧化星之类的 它会把那个东西的白色 混到这个妆前 揉的揉的 就把那个防晒给溶解了 导致呢 这个面部的颜色 不是特别匀 好像你那个防晒 也不能变得特别匀 这是它在我脸上 唯一唯一的缺点 其他方面 我觉得非常完美 然后底妆呢 今年爱用的底妆 真的有点多 但它们每一样 都是我的心头好 然后呢 用量说明一切 底妆这个东西嘛 一个人一个需求 我自己呢 是黄二白的皮肤 黄调比较重 夏天是属于油皮 到混油中间这样 然后冬天呢 是属于混油到混干之间这样子 T区呢 出油或多或少都会出油 两颊呢 有时候出油 有时候有点偏干 然后我今年 最最喜欢的粉底液 有三个 因为我用的粉底液 还蛮多的 这三个是我觉得 它们实在都太优秀了 必须必须要推荐给大家的 是Mac的这个Studio Fix 这个我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个我已经完全用空了 这样挤也挤不出来了 并且在之前的铁皮计划里面 也跟大家说过 它对我来说 一些具体的感觉什么的 这个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如果 要我推荐一款粉底液 给一个 我并不熟悉的人 就是说 我不清楚它的肤质 我不清楚它的诉求 盲推一款 我觉得比较 稳扎稳打的粉底液的话 我最会推Mac的Studio Fix 它上到脸上呢 是比较标准的奶油肌 不会很油 也不会很雾面的那种 刚刚好的奶油肌 遮瑕度非常高 我觉得是要达到 八成到九成 这样高的一个遮瑕度 然后呢 我觉得是全肤质适用的 油皮涂上呢 它不会特别容易脱妆 干皮呢 也是能hold得住的 不会说脸上 像东肥大猎骨一样的 用量挺省的 我一般的粉底液 都要用一磅 这个用半磅 或者半磅多一点点 全脸就够了 也特别好推开 不管是用化妆刷 还是用美妆蛋 但是它唯一 唯一有一个缺点 是我觉得 忘了跟大家讲了 暗沉在我这边 不太算缺点的 提到暗沉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暗沉 但我觉得是在 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它对我来说 除去暗沉以外 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如果你两甲像我这样 毛孔比较粗大的话 它用一段时间以后 容装以后 这个东西有点 会凸显毛孔 它凸显的方式 不是说 毛孔里面塔白芝麻 也不是说 现在毛孔里 外面这个的 粉底液没有了 只有毛孔里有 它是均匀的 就好像有些布料 它比较硬挺 比较挺的布料 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像你有缝的地方 比较挺 它也看不出来嘛 像有些布料 它特别柔软 比如说莫德雅那种 就特别随身 它就是这样子 弯折下去了 在你有缝的地方 就是它是这样子 根据你皮肤的形状 铺在你的皮肤表面 所以在我这边呢 它就是会 到了晚上 能看到你一个一个毛孔 但是呢 它到晚上的那个 遮瑕度 不会变差很多 所以我外出 如果只带一瓶粉底液 还是会挺喜欢带它的 如果现在粉底液 不是出新品这么快吧 我应该会回购它的 但是现在粉底液 新品出的太快 太多好用的粉底液 技术进步的特别快 所以我暂时应该不会回购它 但它在我这边 是一个特别 稳扎稳打的粉底液 租库的这个粉底液 我这个是旧版 已经几乎用空了 剩下的不够用一次了 我就没有再用 我对它有多喜欢呢 先给大家看一个证据 这个用完之后 我立刻又回购了一个 新款的 就是觉得我身边 完全离不开 刚刚那个Mac Studio Fix呢 我觉得是全肤质试用 比较推荐给大家 不会出错的一款粉底液 这款粉底液呢 就是那种脸型的 对的人用上很对 错的人用上很错的粉底液 它非常挑你的 肤质 皮肤情况 甚至季节 甚至每一个细节 但是如果这一切 全部达标 你都用对了的话 它能在你身上 脸上 身上有点夸张 它能在你脸上 呈现最最最最最 最完美的妆效 我呢一年 其实只有春秋 两个季节可以用它 冬天用它 因为冬天出油比较少嘛 除了鼻头和额头 这两颊这边不出油的话 它在你脸上 形成不了奶油肌 就达到不了它 最完美的状态 然后呢 夏天用它 就是说 涂上还没多长时间 它就已经完全脱妆了 在脸上一点都戴不住 所以我觉得 它最适合的 就是那种清混油 偏中性那样一点的皮肤 如果你一年四季都这种皮肤 我觉得你应该会 非常喜欢它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脸儿瑕疵还蛮多的 所以它也是 我非常喜欢的那种 高遮瑕的粉底液 它遮瑕力非常高 基本上涂一层 我所有的瑕疵 都能被它遮到75% 然后个别地方 微微点涂一下就可以了 我非常喜欢 然后呢 我在春秋两季用它 这两季用它 合适的情况下 涂上它 到下午出油以后 油和它的粉底液 完全融为一体了 就像脸上一层那种 粉底液颜色的鸡蛋青 那种质地一样 覆盖在你脸上 你就像一个瓷娃娃一样 那种奶油肌 皮肤质感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用不对的情况下呢 它晚上会暗沉 会脱妆 然后这个部位 会比较严重的浮粉 反正毛病挺多的 完美起来很完美 对我来说呢 我离不开 就是我被一罐 只为了每年 这几个月时间可以用它 夏天和冬天 是完全不用的 剩下一个粉底液呢 也是我今年觉得 特别特别亮眼的 一匹黑马 就是Facetion's Formula 这个 首先它包装的质感呢 就非常高级 完全不像一瓶 100块钱的粉底液 这瓶粉底液呢 应该是我 18年底 19年初的时候 买的 买的第一瓶 这个是第二瓶了 当时呢 我的脸就是 因为感冒啊 各种关系 脸变得特别特别的干 用什么都起皮 我买了很多 粉底液的分装啊 小样啊 这样的东西 去试哪个能更适应 我买了很多很多 号称养肤的粉底液 然后呢 我发现 里面深得我心的比较少 但是也有 然后这个因为便宜 我就买了一个正装 但是它也是里面 在我脸上起皮啊 在我脸上皮肤状态 不太好的时候 能完全hold得住的一瓶粉底液 当然那瓶 大概用了三分之一 一少半的时候 我心疆的时候放在家里 因为我姐特别喜欢 就留给她了 然后回来以后 我又觉得 好像我不能离开这个粉底液 又立刻又回购了一个 这个粉底液 给你感觉就是属于 半奶油肌 半雾面的那种皮肤 涂一遍的话 遮瑕度是 属于应该在六成左右 但它的遮瑕度 是明显可以叠加的 就是叠加一层 高两层左右的遮瑕力 只要你选对色号 它会显得你皮肤 特别特别好 就好像是你自然好的那种皮肤 然后很细腻 也非常喜欢 但是我刚才推荐的 这三瓶粉底液 对我一个共同的 广义上的缺点 就是它们都会暗沉 这个暗沉以后的缺点 就是不太好 就是会 就我自己不太在意暗沉 就如果只是变暗的话 但是它这个不好的 就是它暗沉以后 会发红发粉 在我黄掉皮肤上 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今年没有用到 特别喜欢的遮瑕产品 就是去年喜欢的 我也都是今年 还有八成喜欢吧 但是今年因为我感觉 我好像明显的 就是眼袋 还是不知道 雷沟这边好像变重了一些 就是有些东西用上 会有点凸显这一块 所以我还在尝试一些 遮瑕膏啊什么的 能不能换一种方式 调调色 把它遮得更完美 所以今年的遮瑕 就是空缺了 散粉其实也是空缺 今年也有用到 几款喜欢的散粉 但在我这边 都到不了完美 或者是能拍着胸脯的保证 我觉得特别好用 你们去买吧 所以这些就都空缺 那就继续来说 眼影 眼影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猜到 我今年最喜欢用哪一盘 是在我的铁皮计划中 出现过好几次 是我今年用了很多的 一盘眼影 这盘眼影呢 其实算是它 大红大紫的时候 我买到手里 但是因为铁皮计划 逼迫自己多去使用 而爱上的一盘眼影 就是NARS的这个 12色的Wanted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个用量 其实它在我的 这个所有眼影里面 算一个非常可观的用量了 像有这个颜色 就铁皮了嘛 然后有好几个颜色 这个 这个 都用出坑了 其实除了这两个颜色 基本上都是能摸到 那种凹陷的 所以我还是 挺欣慰的吧 一盘眼影能用成这样 这盘眼影呢 粉质非常的好 12个颜色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 放的相近的位置 也是蛮有讲究的 比如说你看 这四个颜色 就可以组成一个完美 就很好的眼妆 然后呢 你用这一盒盘牌 这四个也可以 这一盒盘牌 这四个好像也可以 然后反正很多相邻的四个 好像都能组成眼妆 然后能画这种很日常的 大地色的眼妆 然后红色系的 然后这种 包括欧美一些的 你要放cut crease 放这种亮片 在上面也可以 然后这里面呢 还有两个比较特别的颜色 是这个亮片的 有点发绿的颜色 和这个红色带亮片的 这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非常特别 这个颜色呢 它是那种阳红色的底色 上面有橘色的闪片 我觉得在眼睛上面 大面积铺这个很特别 就是是很少见的 一个亮片色 然后这个颜色呢 在盘子中看起来发绿 其实它是 棕色的底色 有点绿色的偏光 它其实用来加深眼尾啊 都还挺好的 或者说是 你那个眼妆 如果是从眼尾 往眼前面 往眼头 眼尾最深 这样眼尾深 一层层加深的 往前式的低近式画法 用这个颜色很适合 如果你这个眼影 是上下结构 离眼线的地方深 离眼眉毛的地方浅的话 用这个颜色 画感觉就更适合了 然后呢 因为它的配色 比较全面又比较基础 画日常妆啊 或者稍微浓一些 你要不是特别浓的妆的话 都可以 导致呢 我出去特别喜欢戴它 所以就是用它的机会比较多 我也挺推荐这盘 这盘是我买了 完全不后悔的一盘 而且这盘有一个 特别神奇的一点 就是它特别特别的耐摔 我这样子敞开盖 摔下去过 因为它这个镜子比较重嘛 然后我这种情况 摔到地下过 河上也摔过好几次 它里面都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非常的结实 我的爱用腮红 就是一秒钟都不用犹豫 就是倩碧的这个 05号Nude Pop 这块腮红对我来说太好看了 它在已经用成这样子了 用量说明一切啊 它在盘子里面 看起来是有点 土色带一点点橘色的感觉 但是在我的脸上呢 它是有点发粉的 在我心目中就是什么妆 都可以擦这个腮红 就是没有它配不了的妆 首先我觉得它的价格 它的粉质都没有缺点 在你脸上就是会那种时间越长 越好像觉得融进你眼睛脸里面了 它这个粉质让你觉得用到后面 你就有点分不清 它在你皮肤上几个小时以后 你涂的这个腮红是粉还是膏 就是融到那种效果 融得太好了 又细腻又能抓进去 然后卸掉也什么都没有残留 真的很神奇的一种粉质 价格呢又比较便宜 这个套装是绝版了啊 但是这两个颜色我也不怎么用 我蛮推荐去单买这么一块05号New Pop的 然后提一下它的缺点 它唯一唯一的缺点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皮肤特别黑黄的话 它涂在你脸上 你刷个一两层 是看不到颜色的 反正在我这种黄二白的皮肤 然后是黄掉蛮重的黄二白上 我觉得用它是刚刚好 非常妙 像我这种腮帮子比较古比较大 然后又不太能 特别准确的画好各种各种腮红啊 画腮红水平 没有说特别优秀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腮红选择 再来应该是几个老面孔 因为今年我一年 虽然有在用各种各样的产品 也有很多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 好像从去年到今年都没有变过 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一个是跟之前的年度爱用完全一样的 就是卢丹世的睫毛膏 它是这一款 小梳子头的 它虽然梳是黑色 但是膏体看起来就有点发咖啡那种 它不管是画上睫毛 还是下睫毛 眼头眼尾都特别好画 然后能让那个睫毛 持续卷翘一整天 越刷越长越刷越长 我觉得没有尝试的话 可以去试一试 然后它不用涂任何睫毛打底 到了晚上 你卸完妆以后 你的睫毛还是翘的 所以对我来说 它是零缺点 唯一就是它的价格真的有点贵 但是我用它 不是开放三个月就扔掉的 因为它后面写着 可以开放二十四个月 我一般是一年一支这样子 如果大家也放心的话 这样价格好像就没有那么贵了 还有一个爱用跟去年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奥斯曼的玉眉笔 大家真的不尝试一下吗 然后尝试的时候 一定要削成这种扁的 砍刀头 是它最好用的状态 它呢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预眉毛 让你的眉毛再度发育 但是它真的特别好画 它的软硬适中 上色度适中 能画出非常非常 我自己认为我最喜欢的眉毛 其实现在眉笔进步的也特别快 我今年有用到几支国产的眉笔 像橘朵的 像火烈鸟的 还有一个是不是 就是不管是从它那个调色来说 它那个调色 比如说橘朵的 甚至比这个优秀 因为有那种棕绿色的颜色 我觉得特别适合黑头发用 很像你眉毛天然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上色度 而什么方面 不如这个完美 能达到这个的八成吧 所以我最最推荐的还是这个 还有一个高光 是跟去年一样的 还是这个 Laura Mercier的 传家宝高光 今年用量会比较多 其实今年我用的更多的是 BECK的那个月光石那个颜色 但是每次上完那个 再上这个就明显 这个是要比那个细腻的 当然你要是高光的话 它都不可能 完全不显毛孔 或者说这边有一些纹路 但是有取有舍嘛 我觉得它整体带给我 那种光泽啊 那种皮肤的烹度的 这方面的优化 是大于它带给我的缺点的 所以我还是选择擦高光 然后这块也是我最喜欢的 再加上这个是老网红嘛 今年好像很多店都在打折 我觉得你在观望的话 又是一个喜欢用高光 自然挂高光女孩的话 不妨去尝试一下 比较喜欢的这些产品 绝大部分都是自然挂 日常妆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 是一年来真正陪伴我 比较多次上镜 也陪伴我比较多次 跟朋友见面 外出旅行也带他们蛮多的 那今天还有一块高光 就是让我特别惊喜 但这个高光没有单卖的 它只能在这个综合盘里买 但这个综合盘 我觉得价格各方面品质 也都很优秀 也非常推荐大家购买 就是Mac的这个综合盘 六色的 好像也是Studio Fix系列吧 叫Studio Fix 为什么都这么好用 然后它的颜色是 Light到Medium这个颜色 里面打开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六块 然后其中这个颜色 特别微妙 这个我就刷一刷色吧 我不知道刷在手上 能不能看到它的妙 它的颜色就是那个 出名的表参道高光 它呢涂在这边 其实是不太显的 为什么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 大家众所周知的 PK107那个用法 但是你脸上 不会犯诡异的蓝光 就是把它涂在你的 这个位置 或者额头中间 然后或者下巴 就是真的能让你的脸变得 提升通透感和那个烹度 我特别喜欢 再加上它 其他这几颜色 尤其是这个颜色吧 我觉得不鸡肋 如果你是偏粉调皮肤的话 可能这个修容也可以用 这两个呢 也是哑光的提亮 我觉得 这两个好像是那种 微微烛光 偏哑光的那种提亮 我觉得整个下来 这一盘品质非常优秀 这一块呢 又非常惊喜 也是我今年很爱用的 一块高光 这个眼线液笔 我今年非常爱用 而且是秒杀去年的 眼线笔那个 就是Love Liner的 这个黑棕色 它这个Love Liner的眼线笔 我有三只 我去年最爱用的是熊野的 但是这个用完以后 我为什么觉得 比熊野的好用呢 就是熊野的 你如果脸 那个眼睫毛根部 画了比较多的眼影 尤其是亮片眼影的话 那个熊野画几笔以后 它好像笔头 就会粘那个亮片 就导致出水不太顺 这只就不太会 然后颜色呢 我觉得也很完美 这样黑棕色 不会太棕 但都看不出来 又不会太黑 感觉人会有点 空气太足了 我觉得这个颜色 也是调得刚刚好的 然后像刚我这样画 你这样画 它也能画很粗嘛 然后你要想画到细的话 它也能画很细的 反正是我每次化妆 都用的一个产品 然后用了可能大半年了 它也一直有水 唇部 其实我只想选一个 但是我选来选去 这两个这几只 我今年都太太太爱用了 实在是分辨不出来 这个是特别老的一个网红 但是我今年六月份才买 Shelot Tuberi的这个 Work of Shame 已经用到 我觉得快一半了 这个颜色就是 不能说我多爱这个颜色 都无法取代吧 但是它对我来说 特别的点就是 我不知道用什么的时候 或者这个妆容 我搭配不好 不知道涂什么唇膏 对的时候 涂它永远是对的 所以导致用了这么多 颜色就是这种 带一点棕调的 这种玫瑰豆沙色 不知道怎么 这颜色怎么这么神奇 就是怎么涂都不会错 它在你脸上 永远不会觉得涂 不管是你画多浓的妆 多淡的妆 颜色有多光怪离奇 好像涂它 它都能hold住 就是那种 稳稳当当的存在 然后呢 还有一个 其实也是我爱了 好几年的老网红 但是我今年越发觉得 它无可取代了 Smashbox的All Out这个颜色 其实它也是个 特别老的网红 你看现在涂出来 都已经是这种 非常干的 我今年也买了几个 它的替代色 就是跟它一起 网红的那个脏橘色 包括 OFRA的那个 Miami Favor 包括 Toe Face的那个 姜饼男人 包括 好像还有什么 我都忘记了 但是没有一个调色 有它优秀 涂到我嘴上 有它适合我的 所以我之后 应该还是会回购它的 今年虽然它干罢了 我也在坚持使用 特别特别喜欢 我觉得是我的 离不开的一支唇釉 虽然它的质地 太干了 然后呢涂到嘴上 也比较干 然后它干了以后 你再往嘴上叠涂的话 又比较容易斑驳 这些有明显缺点的情况下 我还是如此爱它 就是因为它这个颜色 太特别 太好看 无敌显白 再有呢 我今年特别特别 爱用的唇部产品 就是 Pimer Grass的这个 唇釉 首先这两个颜色 浅一点的 这个是Flash 6 还有深一点的 这个是Flash 4 这个4和6呢 你要让我选一个 更喜欢的 我不太能选得出来 但是要我推荐给大家一个 我会推荐这个Flash 6 因为它的颜色更日常 更是所有人平时 都能hold得住 然后搭妆好搭一点 它的颜色就是这种 有点 怎么说呢 蜜桃 肉桂 红棕 混合的这么一个颜色 涂在嘴上 特别润 特别舒服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一款 已经用了见底 几乎都用完了 我用完了 很有可能 还是会回购类似色的 特别特别的喜欢 然后再来说 我觉得 我也离不开的 这个Flash 4 它呢 这个4号 它的特点就是 它特别红棕 涂上以后比较厚麻 你平时涂会不太日常 但是 你用对的场合 你就咽压全场的那种 震得住场子的颜色 它的颜色就更土 更红 更深一些 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颜色 看得到吗 反正 这个涂得太小了 没地方涂了 它这个颜色 叠加在红色 红棕色的这个唇釉上 无比好看 比如说 Smashbox这个 这两个都是叠加在 这种其他口红上 真的能点亮你的妆容 让你一下 砰一下 特别喜欢 它唯一唯一的缺点 就年头发在唇釉里 不算缺点的 它唯一对我这来的时候 的缺点就是 大家挺胖的嘴 它有一点沿着纹路 这样子 卡在纹路里 往下渗 有一点这样 我觉得这点不太好 但是 总体来说 可以忽略 减个五分那种 不影响它的优秀 最后呢 还有一款 我今年特别特别爱 然后我视频里面 只要一吐这个 大家就会有人说 只要好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我想留着 一个隆重正式 然后的场合 推它出来 这个颜色真的太漂亮 你想一瓶指甲油 我一年涂了半瓶 这个是HM的 然后色号是 Color Harry 这个颜色 就是那种 奶茶裸色 是裸 就是你皮肤这种 肉色 比它偏粉一点点的颜色 涂在指甲上 特别优秀 特别淡雅 唯一美容不足 就是它现在干了 所以我不太能 跟大家展示了 我会尽量调一些 以前我涂这个 指甲油的照片 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 一瓶指甲油 我现在其实有几十瓶指甲油 但是我每次 第一个想涂的 永远都是它 把它用成这样了 而且我不知道 对点那个吸湿液 能不能好 如果不能好 我是肯定会回购的 因为我完全离不开 这个指甲油 我也买了好多 类似颜色 但是都没有 这个颜色优秀 特别特别推荐 然后HM的这个指甲油呢 也非常好刷 就是它那个刷头 是比较大的这种 然后一下子 就如果不是大目指的话 它一下子 就能把这个覆盖好 整体来说特别喜欢 然后持久度呢 其实一般 但是它掉呢 不会说是一块一块掉 特别丑 它掉就是那种 从边缘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淡出那种 所以不会特别丑 就是感觉你那个 制甲油的边有点毛了 还有真的有那么几把化妆刷 是我觉得很棒的 真的很值得推荐的 首先有四把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 离不开的化妆刷 就是不管我在家化妆 还是我出去 我都一定会带的四把刷子 一把一把给大家讲 第一把呢 就是是Wingos的这个Airbrush 这把的价格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它的品质 它的实用度 完全配得上它这个价格 它是灰鼠毛的 非常非常柔软 就像我家果果 那个肚子上的毛那么柔软 超级柔软 它同意的脸 它也非常全能 就是眼下定妆啊 化腮红啊 这样子小小的一点点化腮红 然后化高光 都可以 如果你不嫌累 用它定妆也可以啊 但是太累了 它呢 你别看很柔软 化在脸上没什么感觉 它的取粉能力特别的强 你像比如说 这个倩碧的小厨局 是比较出了名的 粉压的比较实 不太好取粉 然后你看它这上面 什么也没有 我就这样子 在它盘子里头 这样转三下 上面抓了很多粉 而且这个粉 是它可以还原到你皮肤上 你涂在你皮肤上 很明显的 这种 人家不是把这个 只吃到刷子上 人家还能给你完美的吐出来 所以这个刷子 论取粉 论轻肤程度 论晕染程度 都非常棒的一把刷子 我都是会带着的 还有一把呢 这是我更更 更离不开的存在 好多磨没了 但是我知道 是Sigma的140 我先拥有它呢 是几年之前 我在有一个 做仿刷的店 叫 雨童吧 好像 是我在雨童 当时不太懂 这刷子的时候 买了它的Sigma140 的一个仿刷 当时我觉得 那个仿刷好好用啊 怎么这么好用 后来我就 又买了一个 就是不是仿的 这个Sigma的140 一用太好用 太好用在哪 就是不管是画鼻影 还是晕染这个地方 尤其是晕染啊 没有它晕染不开的眼影 多难晕染 它一定都能晕染的开 它这个弹性太好了 然后刷头也极其 我又买了很多晕染刷 但是没有一个刷头 有它这个形状 符合我的需求吧 然后也没有一个 有它的晕染能力强 不管是羊毛的 还是灰手毛的 反正其中我最推荐的 就是Sigma这个140 这一把线维毛的 晕染刷 完全没有想到 Pymacgrass这个牌子 眼影 采那个口红 唇釉这么优秀 它的刷子也这么优秀 这是我买的一个 高光套组里面 戴的高光刷 它这个刷子也是能单卖的 不便宜 是线维毛的 然后是一个点彩刷 我自己呢 也有三把点彩刷 但是那两把点彩刷的 晕染能力都是 都没有PAT 这个点彩刷的 晕染能力那么强 它能把任何颜色 重的腮红给你晕开 而且特别舒服 也特别好喜 看起来也挺好看的 特别推荐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 也是喜欢了 好几年的高光刷 是RT的这个高光刷 这种头的 它呢就是适合 你如果想淡淡的 刷一点高光 它不行 如果你想把高光 刷得特别均匀 特别亮 就形成一个镜面 一样的话 它可以 它是那种特别 扎实的高光刷 能用刷子 对你的脸部高光 进行一个抛光 然后这边就像抛光一样 非常细腻的一条高光 它可以做到 非常喜欢 其他眼部刷呢 我没有特别的推荐 眼部刷我一般 就用这两个形状 这种是扁头的 长毛的这种刷子 羊毛刷 我买的都是羊毛的 我觉得羊毛比较好用 还有一种 就是这种上色刷 我一般就是 这两只刷子画眼影 然后我手边的几套 用着都挺顺手的 这套呢是已经停产了 是几年前 老罗和瘦瘦狼 合弄的这个 一个叫小 小啥 就是老罗和瘦瘦狼 合作的那个系列的 眼部刷 我现在也一直在用 然后我是用一次 洗一次 因为我有神奇洗刷液嘛 所以 一洗了这么多次 都没有坏 也特别喜欢 特别好用 然后语集的这两套呢 基本上眼部刷 都是这三个形状 也是这个扁长的 还有上色的 还有小的铺色刷 这一套也是 我也都挺喜欢用的 所以我一般眼部刷 还有其他那个品牌的 也都是这两个形状的 我一直在用 反正对我来说 只要是羊毛的 只要形状对 都好用的 也推荐给大家 那今天就是一个 超级长车的 口干舌燥的 年度彩妆爱用 我自己觉得呢 这些东西都是 我的呕心力血 点个大脸 试了一年的 惊艳战斗果实 也非常感谢你 能观察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视频 有帮到你 希望你